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从来没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能力,有的人却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 如果你能够充分发挥潜能的话,你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你每天都做到最好,那么能在六个月、三年或五年内取得什么成就呢? 这就是《十二周做完一年工作》这本书要讲的内容。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当我们想要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时,我们一般都认为自己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但这并不全对。 就比如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要想有一个更好的身材,你就需要少吃、多运动。 然而,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都是超重的。 这不是支持的问题,而是执行上的问题。 这就要说到布莱恩·P.莫兰和迈克·莱宁顿写的这本《十二周做完一年工作了》。 他解释了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行动来实现改变生活的结果。 作者通过对于个人和公司的研究,构建了一个能够把你的产出提升四倍的框架。 他建立在了多年以来对于实现生活的测试研究基础上,并得到了来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 他表明,通过改变你的计划和执行情况,你就可以在十二周内完成别人在十二个月内完成的工作,甚至还有超额完成的可能。 正如作者所说,重要的不是你懂什么,甚至不是你有什么人脉,而是你真正做成了什么。 这本书里有四个关键的观点,非常触动我们。 首先我们要谈谈启发了这个框架的运动训练技术。 第二,重新定义黏这个概念。 第三,情绪联系的影响。 最后是执行系统本身。 首先我们来聊聊周期化,它最初是一种旨在大幅提高成绩的运动训练技术。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专注于一项特定的技能,而不是一次训练运动员需要的所有技能。 他们一次只专注于一项技能,坚持四到六周,然后转向下一项技能。 这个原则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奥运会做准备时推行开来的。 现在应用非常广泛,其实周期化不仅仅适用于体育运动,它可以应用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你成功的机会。 十二周做完一年工作是一种旨在改变你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周期化方法。 它明确了为了实现你的长期目标,今天要做的重要的事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你的行为决定了你得到的结果,而这些行为都是你思想的外化。 因此,当你改变你思想的时候,所有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结果则更加紧迫。 需要你高度集中在那些能够真正带来成功的活动上。 如果你每天都能完成自己该做的动作,那么就能够保证自己实现长期的目标。 梳理第二个关键点是重新定义年这个概念。 大多数人会在今年年底制定明年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再去制定一个要如何实现它的松散计划。 有趣的是,作者认为这种年度计划实在是不怎么样,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截止时间太遥远了,如果你在一月份落后进度了,那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你还有很长的时间迎头赶上。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年底,这时候看到最后期限近在眼前,也太晚了,你已经无力回天了。 截止时间太过遥远,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紧迫感去完成每天的任务。 人类本性如此,截止日期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就会动起来,减少拖延,专心致志地完成重要的事情。 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一直维持这个状态,那不就所向无敌了吗? 这本书建议我们,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就把这一年重新定义为12个周。 这样做主要有两点好处。 第一,12个周的时间够长,足够我们完成一些事情,同时它也够短, 能让你有点紧迫感。 这样你整天都像是在奔着最后期限狂奔,每天都像是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一样。 第二个好处是,它能让你一直保持新年一时的打鸡鞋状态。 如果这一年没能够按照计划进行,你脱离正轨了,那你也不用等6到10个月才进入下一年。 每12个周,你就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样,12个周结束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好好休息,庆祝和充电,缩短时间能创造紧迫感,让你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但这本书还不止于此,它还有一个创造无限动力和专注力的关键。 那就要讲到这本书的第三个关键点,情感联系。 作者建议,为了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你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感投资。 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将你的短期行动与你的未来愿景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包含了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目标的梦想。 首先,当你必须在让你舒适的行为和不舒服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时,选择舒适是人的本性。 你有多少次因为天气不好而不去健身房呢? 如果你跟你最终的结果没有感情上的联系,那么就很容易把你的舒适置于你的目标之上。 要想达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你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把行动置于你短期的舒适之上。 你必须对你的未来有一个强烈的愿景,强烈到能让你忽略你的短期不适。 每一个不可能的成就背后都有一个梦想不可能的人。 之后这本书还给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 当你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你大脑的一部分,性人和,会做出消极的反应。 性人和在避免危险和保命的时候很有帮助,但在我们试图成长和改善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毫无作用。 当你把一些危险或不确定的事情抛住脑后的时候,性人和就会试图阻止你,不让你做危险的事情。 但是性人和和前额皮质之间有一个平衡。 前额叶皮质层与目标导向行为有关,科学家已经证明, 当你脑子里想着让你深信不移的未来的时候,你前额皮质就会更活跃。 研究还证明,即使是成年人,你的大脑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称之为神经可塑性。 你的大脑会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发生变化。 所以,如果你能够时不时想一想让你心持神网的未来,也就是你的愿景的话,你就能加强大脑的这个部分,更容易按照愿景行动。 如果你能坚持行动,最终就能愿望成真。 但没有计划的愿景只是白日梦,这就是执行系统的最后一点。 这个系统就是要指导你如何把这些想法变成能保证你成功的日常流程。 这个系统有四个要素,第一个是我们如何创造和使用刚刚说到的愿景。 首先,你要写下来你未来5到15年的生活愿景,把注意力放在七个关键领域,身体、精神、心理、感情、财务、职业和个人。 然后在每天开始的时候,看看这些,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我们每天的头等大事。 你还可以做一个模板,来记录你每天完成计划的情况,帮助你完成你这一年的工作。 你看自己每天的工作的时候,可以顺便瞟一眼你的愿景。 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嘛,但是这确实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每天早上,他都会提醒我为什么要努力起床,为什么要工作,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执行系统的第二个要素是你12周的目标和策略。 这就是你实际的计划,你要了解你的愿景,然后从这点出发,制定一个稍短,未来3到5年的短期目标。 然后在接下来的12周内设定1到4个与你的中期愿景一致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你还要制定每周和每天的行动计划,找到能让你实现目标的策略。 做完这些,你就有了一个包含能够帮你实现目标的分解步骤的简单计划。 听起来很简单,但却非常有用。 为接下来的12周制定明确的计划可以防止你三心二意,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 当你自己蒙头干活的时候,是很容易分心的,会想着同时推进一百件事。 你从自己的一个想法开始,感觉好极了,但之后就遇到了瓶颈,所以你就果断放弃去做别的了。 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没办法取得任何进展。 要想打破这个局面,你就要用到这个系统的第三个元素,掌控过程。 这当中又包含了三个因素,每周计划,同伴支持和进展量化。 周计划就是12周计划中要做的事情,日常计划就是你每天做的事。 这些计划不会事无巨细地写出所有细节,只是列明能够让你更接近目标的行为。 你可以每天都看看你的计划,然后优先做这些任务,然后每天晚些时候可以留出一些时间去做些其他的事情。 这样你就很清楚自己的重心应该放在哪儿。 第二点是同伴支持,这会更加侧重于公司团队,每个周都要有周会,或者每周一要设定大家负责的模块。 第二,只需要15分钟的短会就能帮助和支持你,让你负起自己的责任。 一个篱笆三个装,一个好汉三个帮。 单打独斗是很困难的,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当你知道自己需要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上汇报你的进展的时候,你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最后一周终了,你还要花点时间回顾一下这一周的工作,哪些还没有完成,这就能帮助你在下个周避免同样的错误。 要想知道你有多少进展,你必须要把它量化,这就是执行系统中的第四个要素。 这时要素是很现实的,大家可能以为,给某个人打分会损害他们的自尊,但研究结果恰恰相反。 打分其实能建立自尊和自信,因为他能够记录进步和成就,而成就是工作中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之一。 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一项研究,用数字追踪你的表现能够防止你为自己的失利找借口。 这事我们都常干,表现不佳,然后给自己找个借口,比面对真相更容易一些。 虽然不容易,但是知道明确的分数能让我们更关注表现,而不是只想着舒服。 在一周结束的时候,你需要计算你每周行动的完成百分比。 例如,上周你可能完成了几乎所有的行动,在工作和戒酒的行动上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但错过了一次健身房锻炼,锻炼目标只完成了86%,你可以把这些都加起来,然后给自己算一个总数。 每周跟踪这些可以帮助你知道你有没有保持在正轨上。 作者研究发现,要想取得优异成绩,你就要维持在85分以上。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部分,当你知道撬掉某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分数的时候,通常就会离开舒适的沙发,去做你不想做,但需要做的事情了。 生活千头万绪,充满了干扰,充满了不去做那些艰难但重要的事情的理由,充满了选择舒适道理的理由。 12周做完一年工作了不起的点就在于,它能够推动我们去选择不舒适的道路。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两种生活,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和我们能够过的生活。 如果我们今天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就能过上我们能过的生活。 那么,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对经济域,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